Hello,我們是竹質毛 大家好 當我們收到安仔的邀請 其實是很開心的 就好像第二個機會去玩 我覺得那個火花是我們做這首歌的過程 如果是想著交流音樂 就變成一個吹水會 安仔那次上來 反而不是說怎樣去寫歌 而是大家去認識對方的時候 原來沒有那麼多限制 做什麼都聊天的時候 原來大家可以這麼好玩 所以有很多事情都大膽去試 其實這首歌叫《冥想練習》 一開始的時候 那個感覺是給一種輕鬆一點 遊閒一點的感覺 那希望在生活上 都是真的在追求那種感覺 但有時遇到一些挫折的時候 或者一些疑問 那你就會開始去 向這個世界發問 為什麼啊 為什麼啊 但是其實當你可以去衝破 發覺原來 連負面的東西 都只不過是經驗的一部分的時候 其實是給你看一下 那這一首歌就是我們 將上半和下半的 那兩個心態如何結合一切 你一有錯我一定有剩 你小心點 其實 我剛才想到你怎麼說 其實這次那個 我可能不敢說是一個 浮世葵的千雞 就是了 很怪的 可能有一點浮世葵的元素 就想做一個 可能是 如何十八個人 去完成一件事的那種感覺 那我就想 不如好像 一八零八的浮世葵 十八六的浮世葵 這些 就是一對 如何用每個人的力量 去做一些事情 所以就 用了這個方法去畫 很難純粹 由竹筋舞出發 也很難純粹 由安仔出發 因為 當你知道這首歌 是和安仔一起 一起玩的時候 一定是兩邊的考慮都會有 不要偏向太咖啡 又不要偏向太奶茶 那就是燃養 YES 你知道世葵有一個報告 醫生做的 所以 他說如果每個人 每天發呆斗十五分鐘 就會身體好很多 CK的身體越來越好 你放空 放得太長了 太空了 你每天只有三分 你怎麼放空 你放太空了 他每天只有十五分鐘 不放空 真的越來越好 對 對 大家好 我們是中執目 許智安的新碟 十六百盎司 會在一月開始發售 大家要多多支持 不要